好 另一個部分 再要來看到的是 俄乌戰爭持續的在進展當中 先前在烏克蘭方面 他們的總統澤倫斯基 一再的就是在點名其他的國家 說快點來幫幫我們 而烏克蘭的官員 其實他們也透過Twitter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媒體來發聲 其中有一位 他就特別的講到了 說要求台灣的華碩電腦 必須要制裁俄羅斯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其實你可能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在自己的IG上投PO文 說他在跟其他國家政要 在開會的時候 發現他用的 我們這邊這個mark有擋掉了 其實就是華碩筆電 就用華碩的電腦在開視訊會議 但說到華碩 其實俄羅斯也算是 他們一個滿主要的一個市場 好 說這樣的大概 也有大概7%左右 這麼樣的一個市占率 所以這麼樣他們的一個營業額 所以現在他們被點名之後 目前最新消息是他們要退出俄羅斯 出 他被點名退出俄羅斯 但是華碩的說法是 他們目前到俄羅斯的出貨 是已經停滯了 而同時在這次的俄烏戰爭當中 他們也決定要捐 3000萬政績烏克蘭 那我們的經濟部長 王美花的講法是 個別公司他們會針對商業來做考慮 但是立委高金素媒是幫我們的廠商來讚俠了 他的講法是說其實相較於美國或是其他的盟友 他覺得現在講到制裁這件事情 他覺得只要有傷害我們國家利益的事情 他當然不能做 傷害我們國家經濟當然不能做 傷害我們人民利益當然不能做 好 不能美國說什麼 我們就跟著往前走 這不是一件對的事情 好 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有他們的戰略思考 以及他們的經濟或者是用電能源政策 所以其實當歐盟有很多的國家 甚至是歐美國家 他們在呼籲要抵制俄羅斯的能源的時候 有些國家他們會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要不要跟進 像是誰 像是印度 印度現在他們就是說了 他們不隨國際制裁 他試圖要向俄羅斯來購買折扣價的石油 好 其實印度因為長期跟俄羅斯 他們是相對友好的夥伴 所以在這一次的制裁當中 有很多印度其實是沒有跟進歐美國家 即便美國跟他很好很好 但是他也沒有跟進的 但是同一時間 責倫斯基則是呼籲在國際間有更多的企業 能夠進一步的來抵制俄羅斯 包括了微軟 包括甲骨文 甲骨文 通通都被點名 好 甲骨文說了 說他已經竭盡所能的在做好抵制這一件事情 但講是這樣講 俄羅斯戰鬥民族 因為他們講了他們已經規劃好反制裁的配套措施 甚至還說已經計畫找了俄羅斯的本土企業 接手這一些外國企業在俄羅斯的板塊 俄烏衛衝突戰火肆虐 根據烏克蘭官方指出50歲記者雷諾死於俄軍槍下 成為第一位在烏克蘭犧牲的美國記者 烏克蘭總統除了哀悼也再次呼籲設立進行區 俄羅斯斯基痛罵西方狀況外 也首度點名 微軟 甲骨文等三大軟體巨頭 應該進一步抵制俄羅斯 不過俄羅斯針對59家外國企業制裁 也有一套應變反制裁措施 切爾內申科表示 俄羅斯有足夠的零部件製造商 他們願意向本國市場提供他們的產品 修復因制裁而中斷的供應鏈 大陸環時報道 引用二新社消息指出 未來俄羅斯本土餐飲連鎖店 將取代麥當勞在莫斯科的250家店 英國BBC也指出 俄羅斯政府將以合法手段 讓有益接管的二商 接收這些西方企業繼續營運 並在必要時將這些在惡的外資企業 收歸國有 然後在國內拍賣 但其實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 導致俄羅斯民眾的權力遭到剝奪 制裁本身也一直存有非法爭議 俄羅斯副外交部長表示 西方利用制裁作為施壓工具 非法在先 莫斯科不會請求西方取消制裁 他表示俄羅斯將繼續拓展 經濟和獨立發展的能力 並依靠真正志同道合的夥伴 記得張力報導 到這一台水層生成機 可以及時補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層 一瓶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層 與病毒還有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所以是不髒害環境的 一年使用兩百次也沒有問題 可以上快點購 下單購買